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10號 星期三 這期給您帶來的新聞內容有 美俄如果發生核戰爭 中美俄三國99%的人口將會消失 拜登和安田文雄將宣布 美日兩國的重大合作項目 會議評級機構下調了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 有穩定降到負面 歐盟移民法改革投票 非法入境者管制將更加嚴苛 印度iPhone產值超過140億美元 蘋果加速撤離中國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美期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在最近 時代雜誌發布了一個短片 如果俄羅斯與美國爆發核戰爭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全球50億人口的死亡 其中美國 俄羅斯和中國的99%的人口將會消失 另外 挪威國防大臣在接受 芬蘭晚報採訪時表示 北約的北歐陸軍司令部將部署在芬蘭 目前全世界上一共有8個主權國家 已經成功釋爆了核武器 其中各國成功獲得核武器的先後次序 分別是美國 俄羅斯 英國 法國和中共 有推友指出 核戰爭並不僅僅是被炸死 而是科學預測的核冬天 核冬天指的就是原子彈造成的塵埃 將在大氣當中漂浮多年 造成地球的氣溫下降 也會造成糧食產量急劇的下降 甚至絕收 而絕大多數的人類將在幾年之內被餓死 還有推特賬號認為 常規的原子彈萬噸級別的殺傷半徑只有1到2公里 氫彈現在很少用了 1000萬噸的殺傷半徑也只有10公里 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沒有十幾二十顆廣島原子彈 根本沒有辦法完全覆蓋 另外中國軍事創作者軍武刺尾面在10日表示 俄羅斯空降兵的總司令 傑普林斯基曾向俄羅斯的官方電視臺透露 一年多的衝突讓俄國的空降兵部隊8500多人受傷 但是作者認為他說的太含蓄了 按照現代戰爭的傷亡比例 俄羅斯的空降兵起碼陣亡3000人以上 烏軍在3月11日就宣布 俄羅斯空降兵的總司令傑普林斯基已經被斬首 至今俄羅斯的官方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而他本人也始終沒有再次出現 英國一個情報組織透露的相關訊息顯示 自開戰之後 俄羅斯把3萬名的空降兵幾乎全部派往了戰場 截至到2024年為止 他們推測大約已經有接近2萬人傷亡 俄羅斯空降部隊損失的裝甲車共計有432輛 在過去年年參加紅場閱兵的第98師的331團 在盧干斯克的克里米納大森林裡面 幾乎已經被烏克蘭團滅 而東部軍區的第83空中突擊旅的傷亡也已經過半 根據芬蘭的晚報表示 北歐陸軍司令部計畫設在芬蘭城市米凱利 距離俄羅斯的邊境大約只有140公里 這個司令部將歸北約聯合部隊司令部管轄 它是一個全天24小時運作的高度戰備司令部 據《金融時報》的報導 歐盟首席外交官警告說 歐洲必須為潛在的戰爭做好準備 長期協調美國與亞洲政策的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表示 對美國而言 維護歐洲的和平與穩定是我們歷史上最重要的使命 如果俄羅斯繼續進攻並且佔領烏克蘭領土 那將改變歐洲的力量平衡 這是不可接受的 中共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支持 將使美中關係的穩定受到威脅 我們也已經直接告訴了中共 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 我們不會袖手旁觀 不會把這事做是俄羅斯單獨的行為 而是中共和朝鮮支持的聯合行動 美國之音認為 這顯然是在回應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訪華 習近平所說的 盼望加強中俄戰略合作一事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說 拉夫羅夫表示 中方期盼普京2024年將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但根據中共喉舌媒體的報導 習近平並沒有提到烏克蘭或者普京訪華一事 有人吐槽說 偷偷給俄羅斯轉了200億美元 沒想到被凍結 又不敢聲張 吃了啞巴虧 在10日的時候 來自非洲和中東的250多名非法移民 試圖從白俄羅斯衝進波蘭邊境 波蘭防暴警察和軍隊 設法把他們推回到了白俄羅斯 外界認為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正在使用武器化移民 作為一種混合戰爭的形式 另外在同一天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表示 烏克蘭襲擊俄羅斯煉油廠 可能會對全球的能源價格產生負面影響 希望烏克蘭最好襲擊那些 直接影響戰爭進程的目標 但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隨後表示 烏克蘭有權打擊俄羅斯境內的軍事目標 當然也包括煉油廠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應拜登的邀請 從9日起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兩人在10日舉辦了記者會 將宣布改變駐日美軍的結構 聯合生產國防武器 共同設置導彈防衛系統 月球探索 人工智能 情報分享等多個項目展開合作 將讓美日聯盟獲得充分的進展 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一位高級官員表示 現在日本從歐洲到印太 成為了美國完整的全球夥伴 而拜登的印太戰略 將在未來幾天的美日峰會 以及美日非三方峰會上 得到根本的驗證 首先是 美國將第一次改變駐日美軍的結構 以便能夠真正的整合美國和日本的軍力 考慮到一旦中共武力犯臺 美軍印太司令部因為距離和時差的原因 恐怕來不及反應 將升級駐日美軍司令的權力 以便能夠馬上應對臺灣有事的情況 第二 評估美日兩國可以聯合製造一些種類的武器 這樣就可以補充美國在武器製造產能上的不足 在日本生產的愛國者導彈 也可以回銷到美國 用這種方式補充對烏克蘭軍事援助所需的武器 同時也能補齊盟國所需的庫存 第三 澳洲 美國與日本未來將整合防空導彈防衛系統 將讓這三國能夠全盤掌握區域的空中威脅 第四 兩國加強太空合作 包括將簽署一項協議 美國宇航局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將合作進行月球探索 第五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 將與日本慶英藝術大學 進行AI人工智能的聯合研究 美國希望建立關鍵嚇阻 日本和菲律賓也正在協商相互准入協議 這些都是在印太地區的關鍵嚇阻能力 一位美國的高級官員直接點名 中共想要通過他的海岸警衛隊的做法來孤立菲律賓 通過禁運日本水產品想要孤立日本 而美國和盟友現在的做法就是要讓中共自食其果 反遭孤立 通過外交軍事的多國合作 來孤立試圖霸凌鄰國 並破壞區域秩序的中共 一位美國的高級官員強調 美日的關係親密 無論是在海地、烏克蘭、東南亞、印太地區 只要美國的目標受到考驗時 日本都站在美國的身邊 日本正式的形成亞洲版小北約國防集體防衛機制 菲律賓加上美日三邊的峰會立即要展開 史上從來沒有這麼高度的合作機制 中國如果在南海要跟菲律賓升高軍事對抗 可能日本、澳洲也介入 澳洲跟美國之間的AUKUS 還包括英國 英國也勢必會介入 美日海又有軍事合作的同盟關係 也會把韓國也拉進來 所以從美日的合作 把第一島鏈整個都串連起來 美日聯合作戰指揮部成立之後 跟臺灣的軍事合作關係勢必會跟著提升 一旦衝突發生 第一島鏈所有國家都會介入 對中國會產生非常大的嚇阻效果 在4月10號 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發布了報告 把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 由穩定調整為了負面 引發關注 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下調的理由是 中國的經濟在向新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當中 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 使公共財政風險增加 同時還警告說 從評級的角度來看 中國近年來的巨額財政赤字 和不斷上升的政府債務 已經侵蝕了財政緩衝 中共財政部對這個決定表示令人遺憾 這也是繼去年的12月份 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穆迪 把中共政府的信用評級展望 由穩定下調至負面之後 再有國際機構下調評級 反言出的是國際商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悲觀情緒 越來越大 匯豫還預計表示 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減性債務 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 將從2023年的56.1% 升到2024年的61.3% 較2019年的38.5%明顯惡化 而且中共政府赤字佔GDP的比例 將從2023年的5.8% 升至2024年的7.1% 這顯示中共當局的財政危機 比去年更加惡化 另外中共當局上個月設定的 2024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為5% 但是在匯豫的預測當中 中國的2024年的經濟增長率 將從2023年的5.2% 放緩到4.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月份曾預測 中國的實際GDP增速 在2024年會放緩到4.6% 遠低於它去年預測的5.4% 而且到了2028年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將會降到3.4% 恆生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 對路透社表示 匯豫的評級調整 反映了對中共財政健康狀況 和它長期推動增長能力的根本擔憂 歐盟為了解決非法移民問題 從2020年9月開始 討論歐盟委員會首次提交的相關政策方案 在今天4月10日進行了投票 如果這次移民政策改革的法律全面通過 將在2026年生效 這個歐洲移民與庇護公約的目標 是加強尋求庇護者的入境程序 使歐盟國家對移民的議題 採取共同的行動 遵循相同的法律 並要求歐盟所有的國家共同分擔責任 內容一共包含了10條法規 公約中規定 首先在歐盟邊境實施更嚴格 更快捷的管制 包括初步篩查 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在最多7天的時間內 確定是把尋求庇護者送往庇護程序 還是把它送回原籍國 經過初步篩查之後 從統計數字上看 因為國籍等原因 獲得難民身份機會最小的移民 將被送入邊境程序 這可能需要長達12週的時間 在這個期間申請人可能會被拘留 這項方案也要求歐盟成員國 分擔來自意大利和希臘等 第一線國家的尋求庇護者 例如具體每年至少有3萬名的尋求庇護者 將從面臨壓力的國家 轉移到其他國家 而如果一些成員國拒絕收容申請庇護者 那麼就必須向接收國家 支付每人2萬歐元的賠償金 如果再出現像2015年和2016年 那樣大規模移民湧入歐洲的情況 歐盟將引入一個新的減損制度 就是在歐盟外部邊界的登記時間和程序 可能會延長 相反的 無國籍人士和受保護機會渺茫的人士 將更容易被送回原籍國 還有一項可能是最具有爭議性的措施 就是歐盟委員會希望加強與移民過境的第三國 簽訂的重新接納協議 比如和埃及、土耳其和利比亞簽訂的協議 目的是為沒有獲得庇護者的返回提供便利 根據歐盟邊境和海岸警衛局的數據顯示 印度製造大約佔總量的七分之一 這也表明蘋果公司 迫切的需要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長期依賴 由於中共對華為的大力支持 而且還下令要求在工作場所使用國產設備 蘋果公司在中國的收入急速下滑 而印度政府向包括蘋果公司在內的外國企業 提供財政激勵 吸引了高端製造業 印度製造業的增長已經為蘋果公司的供應商 創造了15萬個直接的就業機會 蘋果公司計劃到2027年 在印度再開設三家分店 據知情人士的透露 在截至3月份的財年當中 富士康組裝了近67%的印度產iPhone手機 和碩公司組裝了大約17% 其餘的iPhone手機是由偽創公司 位於印度南部的工廠製造 這家工廠在去年是由印度最大的公司 塔塔集團收購 蘋果公司在印度的發展 體現了印度作為製造中心的崛起 還有包括特斯拉公司 斯科系統公司和谷歌公司 都熱衷於在印度製造硬件設備 多位分析師在2月份的一份報告中寫道 不斷變化的世界 重新劃分了企業的優先事項 地緣政治風險 抗干擾能力 環境保護 社會責任以及公司的治理要求 現在成為了這些優先事項的基調 結束對中國技術供應鏈的依賴 雖然是代價高昂 而且過程複雜 但是隨著中國市場吸引力的下降 必須要找到一種替代辦法 所以科技供應鏈從中國向外分散出去 已經成為了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